这样神奇的贴纸你们见过吗 只要写上心愿在这么一天 广志就变成了人妻 而美牙却变成了喝醉的抠脚大汗 这不是性感的人妻吗 过来这边陪我喝两杯 哦 身为人妻怎么能做那种事呢 这天小新用积木搭建了一座城堡 本想穿上罐兽服再将其推倒的她 却被调皮的小葵给抢先了一步 剑被哥哥发现 小葵当即一个卧铺趴在地上嚎啕大哭 纹身赶来的广志和美牙 以为是小新在欺负小葵 可还没等小新做出解释 夫妻俩就把她给训斥了一顿 要不是我的错 你们都是笨蛋 爸爸要治疏 你 治疏治好了 真是的 他今天怎么这么态腻啊 随后独自离开家的小新来到了一条河边 就在小新喊着让家人通通消失的时候 一个浑身漆黑的小黑人出现在他身后 对方自称自己是恶魔 是特意前来实现小新的心愿的 说话间小恶魔就从身上拿出了一袋催眠贴纸 并告诉小新使用的方法 比方说在贴纸写上马这个丝 贴在某人的额头上 如此一来 那个人就会立即中了催眠术 接下来就会像马一样的行动了 贴纸一贴上去又手是撕不下来的 于是小新就和小恶魔做起了交易 将催眠贴纸给带回了家 为了确定贴纸的真实性 小新当即就拿小白做起了实验 变成虎鱼 见贴纸这么好用 小新又将目标描向了小葵 随后小新就把贴纸贴在小葵的额头上 将她给变成了一条蛇 就在这时 看见小新回来的广志准备好好批评她一顿 结果却被小新贴上了催眠贴纸 性感的人情 哎哟 好可爱的小孩 我喜欢的类型 我来这里吧 让我来帮你好高好高吧 看到广志变成这么恶心 小新被吓得跑到了卧室 此时见到小新回来的美牙 也准备对她训斥一顿 于是也被小新给贴上了催眠贴纸 最大老头 不知道怎么搞的 心情突然变得好好啊 前面的小朋友 去把啤酒给我拿来快点 随后有了催眠贴纸的小新本 以为这样的生活就会好一些 结果没想到自己的胡乱设定 却让情况更糟糕了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 少啰嗦 喝一杯吧 为了让家人恢复原状 于是小新便再次来到河边 寻求小恶魔的帮助 小新恳求小恶魔恢复自己的家人 结果却被对方给拒绝了 见对方要离开 没办法的小新只好再次拿出催眠贴纸 将小恶魔变成了一个善良的恶魔 随后变成善良的恶魔给了小新一瓶喷雾 只要用这瓶喷雾就能让贴纸脱落 于是回到家后的小新利用喷雾 将家人给恢复了原状 等到了吃晚餐的时候 小新总感觉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但是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忘了什么东西 算了不想了